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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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这个点儿,大中午,这一片儿没什么气流 筋斗,哇,这,记忆都有点儿悠过来了 我去,不用怎么,开啥,飞机太轻了 这回可以 今天我们来玩玩这个,这个有一段时间了,这飞机放了得有将近一年了 才想起来给大家拍一拍这架飞机怎么样 这是一个GT-RC出的2米4一盏的一架电滑 基本上它可以属于是一个热气流滑向机 然后我的这架是一个PMP版本,就是它基本上来的时候已经装好了 然后整个装机没有什么难度 它这个东西就来的时候,它这机翼是三段,中间是一段 然后外段是两段,然后这些舵机啊,连杆啊,这个全都装好了,线都顺好了 就很少事,来了之后直接这个机翼就是一插,沾个胶带就完事了 然后机身的话稍微的有一点工程量,就是在这个拉这根钢锁 因为上回直播的时候我装的这架飞机,它这个垛面都是扭黄的 尾垛垛面都是扭黄的,所以它是一根钢锁拉过来的 然后就是需要在多机中立点的情况下,然后把钢锁拴上 然后到外场呢,就直接把这个钢锁啊,这往上一挂就行了 这个瞬间舵我已经挂好了 然后屏尾,屏尾这个一台,然后包括垂尾都是插好的 所以这飞机基本上没有什么装机难度 反正GTRC的这PMP吧,对这个滑翔机的入门玩家还是很友好的 然后这回这个飞机呢,我给它搭配了一个瑞斯凯的GR8 就是之前我在X20S长测的时候说了,这个GR系列它是带这个气压剂的 就是我到时候可以听着这个遥控器里的声音 来提示我这个飞机它的,有没有带气流里头 是滴滴滴那个,等会咱们听一下这声就行了 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应该挺好玩的,这么一个功能 然后外厂呢,就是出来之后 因为我这个就是能装的下嘛,所以我这三段就没拆 直接就是机翼一整个就全弄过来了 然后外厂就只需要把机翼装一下 装机翼主要就是把这四根线给它顺过来 因为它这个是有进翼的,机翼是四个多机 然后上面是拧萨螺丝 然后如果要是不好拿的朋友可以把这个外段拆掉 然后外厂现场拿胶带粘一下行 都不是什么复杂的事 这个春天起风了 所以是到了玩滑翔机的季节 这个我已经在屋里调好了 所以我们给对一下屏 然后把机翼的这一些插上 这得先试一下 对了,然后它的接收机的七八通道是在对面的 这边,这边一到六,这边七和八 好,就搞定了 这架飞机它是一个木质的机翼结构 GT-RC做工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能看出来装好之后 大家能看出来了 前缘后缘横平竖直 然后也没有扭 因为这种结构 滑翔机这东西要是 但凡是做工不好的飞机会很难飞 而且效果也不好 就是还不飞 然后机身是一个机头 是一个玻璃缸的机头 两侧的侧面有两条碳来加强 然后电机这也PMP都装好的 然后尾管就是碳纤维的尾管 一直到最后 然后全木质的平吹尾 平吹尾是这种结构的 整体重量不是很重 反正这么看着很轻 2米4一展的滑翔机 这其实不小了 这飞机 那我们先手抛一下试试 行了,我们试飞一下吧 我去这风可不小 好 很轻柔啊 这飞机确实很轻 行了,简单爬一爬 然后先爬到 就差不多吧 现在这高度先调一下飞机 这毕竟是气流滑翔机 还是得给它调的好吃气流一些 现在把这个上升下降速率的声音打开 听听 现在这一直在往下吊 刚才顶上一股小气流 我去感觉回不来了 这飞机太轻了 你再来一圈 现在大概得有三级风吧 好 这回稍微高一点 稍微高一点吧 这个生姜速率的 诶,这吃上气流了啊 看,听这声 这样就有助于大家可以判断 诶,这就出来了 就跟真的好像就是 真的好像就是这样 嘟嘟嘟嘟嘟嘟的 然后我们再试试这架飞机的 强度 筋斗 哇 这 记忆都有点U过来了 我去 这毕竟大一展嘛 所以 很正常 我们这回别放太远了 我们稍微放近点 放高点 这 这飞机很轻 这基本上都不用怎么 开刹车 飞机太轻了 这种风天的话 这个飞机的刹车 都可以最后定点使 都能停下来 我们再体验一圈 圣江速率地这个声打开 看现在往上爬的时候 就是这种声音 好 观动力 还是滑翔 这个声就是它一直在往下掉 一直在吊高度 然后把 我设了一个这个 筋翼和方向舵的联动 这转弯效果能好一些 哎哎 哎不行 这个点 大中午 这一片没什么气流 成了 准备落 一股风就给吹进去了 哎呀 当然这个无所谓啊 这能落下来就行了 我们再再 这试试手接吧 这看这么大风 能不能接住啊 这种飞机其实一个人 一个人能够足够轻松自己去玩 手抛啊什么的 一个人都没问题 但是再大的飞机可能 这种风天就不太好抛了 有点太高了 开着刹车往下冲 这回可以 刹车关掉 GT-RC飞机一直很让我满意的 一个品牌 他们的滑翔机确实不错 就是对于休闲来说啊 它的这种3F的PNP 很方便 然后价格也不贵 至少这个价格能买的一个 2米4一盏的热气流滑翔机 你负材的肯定就别想了 这种木质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一个选择 而且谁说木质机不能飞气流啊 就在没有负材前面嘛 之前都是这种木质的滑翔机 不错 对了 在航空情报局的店里 还有优惠啊这架飞机 大家可以欢迎来看看 好了这一期测评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